欸 我名稱你生小孩啦 對啊 看不出來嗎 你知道嗎 現在生小孩啊 可以領50萬耶 50萬 怎麼可能 大家好 我們是小島夫妻 與褲小孩 褲小孩 褲小孩現在滿了 60天的兩個月 這樣我們想說拍52週 一歲的時候 他會不會在中間那樣坐著 還是他換在那邊 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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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直接進入主題 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不小心誕生一個小孩出來 我們很多事情就突然被迫長大了 所以我們去了解了一些 這小孩子會有什麼補助 它真的可以到50萬這麼多嗎 對 對 對 而且有些人可能還更多 50萬是我覺得最基本 上我們是澎湖縣民 澎湖縣民 澎湖縣民 那接下來就介紹 最50萬拿怎麼來的 主要有6個來源 然後第一個來源呢 縣市的生育補助 然後第二個呢 各縣市有時候會有所謂的營養帶劑 有另外的喔 對 另外的 但是這是看個現實的 第三個呢 有育兒津貼 0到6歲都有 然後第四個是 澎湖縣張友人 6歲以下的健保是免費補助 然後第四項呢 勞保的生育補助 六項呢是 育、醫、優職、停薪津貼 那這兩項呢 要去哪裡申請呢 負責事務所 還有勞保局 負責事務所呢 縣市的生育補助 育兒津貼跟營養帶金 還有健保補助 都會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莊櫃他就幫你申請好 那兩個小時之後呢 你只要回家等一年禮拜 就完成了 那再來就是 勞保局的話 就可以申請兩個嘛 一個就是勞保的生育補助 跟育兒、溜職、停薪的這個金鐵這樣 大概要處理多久 5到10分鐘 然後兩個禮拜 大概兩個禮拜 他就錢就下來了 但是當然東西要備齊啦 像猛猛 就猛猛猛它 哈哈哈 我們生活其實要先講 就是我們是蠻低標的 我們是極簡生活 就是 不要再講句話 就是車子有50萬跟80萬嘛 頂標跟基本配備 我們都是基本配備這樣算 這樣才公平 那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的實際操作案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 就是每一箱的申請條件 然後跟我們實際操作的一個狀況 第一箱是縣市的生育補助 基本上就是你在這個縣市要設計 可能滿一年以下 你的小孩一定要設計在這個縣市 我們澎湖比較嚴苛 我們要設計滿兩年 那這一箱的收入呢 在兩個禮拜之後就收到3萬元整 那其他縣市就是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你們 縣市大概有多少錢這樣子 對對對 第二箱呢 剛剛有提到那個營養帶金 各鄉鎮市所頒發的 它的條件呢 像有些是講話 設計滿六個月以下 然後小朋友一定要增加在那個鄉鎮市區 我自己的馬公市 它有2500塊的現金補助 那其他像我們有福西鄉市 1萬啊 5萬啊 8萬呢 很恐怖 你的區域不一定 有可能沒有 有可能沒有 對 自己去查 然後第三項呢 育額津貼 那它的條件就是 你所得稅率未滿20% 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是第一標榜說過 我們年收入不可能超過20% 也就是你年薪如果沒有到200萬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領這個東西了 目前來講 像我們家Baby 她出生在5月 那5月 6月 7月的時候 是2500塊每個月 2021年的8月開始變3500 欸 3500了 還會再變嗎 還會 到明年的2022年的8月 會變成5000塊 5000塊嗎 我來看一下喔 那個我們老婆有做個統計 2021年的2500的國助理 7500塊 大概2021年的8月 到2022年的7月 領42000塊 之後 到她6歲的時候 我們會領23萬元 所以總 total呢 會領到279500元啦 好驚人 那這點呢 之後我們其實會拍一集探討 到底是2500 3500 5000 到底夠不夠一個月養這個 酷小孩啊 第四項呢 其實是澎湖縣專有的 你到6歲兒童的健保補助 不曉得是綁在我底下 因為我是24000 就是最 基本 基本基本 對24000 然後所以她綁在我底下的話 她的那個健保給付是 像我們最利益標目前來講是372元 陳宇 她到6歲的話會找72期 總共是 26784 欸 這樣聽起來也蠻多的啦 2萬多塊 2萬多塊耶 好OK 第五項呢 我們剛剛講勞保的部分 我是她的員工 所以我有付24000 勞保局的條件 就是說你要入保滿一年 她的領的金額是 小朋友出生的前六個月的薪資平均 可以領兩個月這樣子 兩個月就48000 兩個月就48000 嗚嗚嗚 48000 再加上 沒有再加上 就48000 數學不好 抱歉 抱歉 然後第六項呢 是 玉陰流資 挺心津貼 這個也是 你有保老保才會有的 他的條件呢 就是你要在這家公司 入職6個月 就可以跟老闆申請 最多可以申請6個月的那個補助 補助多少 今年的從7月開始 可以領到8成星 24000 8成星 19200 對 19200 也就是你申請完 然後在家裡休息 每個月可以領19200 然後最多可以領6個月 6個月 11萬5200元 前提呢 其實要有你的老闆同意啦 另外補充說明 如果你有領 玉陰流資挺心津貼 就不可以領那個玉兒津貼 這是今年的狀況 但是到明年的2022年的8月開始 這個條件就變了 你可以同時領 育兒津貼跟育嬰流資挺心津貼 合理 我覺得這還是合理 對 我覺得這還是合理 所以我的育嬰流貼 我可能會考慮明天再申請 YES 我們最低標配的是 沒有教大家做什麼壞事 合法 合理 對 因為其實育嬰流 3歲以下都可以申請 建議大家可以明年再申請 那我們這邊幫大家總一下 所以我們自己辦下來呢 生意補助有3萬元 再加上育兒津貼 我們到6歲之前 我們算過了 就是一定會領到這錢的話 279500元 再加上呢 健保補助就要用26500元 下來就算了 營養帶金 我們的辦公室是2500元 再加上 勞保的補助是48000元 育嬰流資挺心是115200元 現在我們要來公佈 總共領了多少 顧小孩 顧小孩 你可以先看一下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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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號碼 所以總共就是 50萬1984元 這是我們啦 這是我們 對 有些人可能你更多 嗯 你們自己的相關權益呢 可以繼續爭取 像我們家的小朋友是招產兒 還是35週 它也有一些相關的補助 你只要努力的話 其實是縣市他們可以溝通 我是覺得因為畢竟 我們也是繳了那個勞保的錢 這個要拍好多集在講 可是我們也是有繳 乖乖的繳錢 所以該立我的補助就是 就是也是積極的去申請 就是自己的權益 真的是自己的權益 對 你固定也就在那邊 然後你的就是 你可以讓小孩過更好這樣子 儘管去申請吧 這是你自己的獎學金 這是你自己努力的後果 去吧去吧 那之後呢 我們會開拍一些 這個酷小孩給我們花了多少錢 懷孕到生他 對 我們稀錄下來 記得鎖定我們的小老夫妻 酷小孩 我們會在朋友生活 然後我們跟大家分享這邊的 所有的一切 掰掰 欸 欸 欸 妳喝完喔 妳知道剛剛我們拍了那個 那個第一集 啊 妳要領頭勞 沒有啦 妳花那麼多錢 50萬 沒有啦 沒有啦 我是給妳買來粉耶 嗯哼 啊 怎樣 喔喔喔喔喔 好啦好啦好啦 掰掰啦喔 觀眾說掰掰